欢迎回到养生好简单 美儿医师 平时容易头晕的人 应该多吃些什么食物呢 如果你是处在头晕的状态 那么最重要是找出原因 如果你没办法找出原因 就是一般的头晕 那我们在饮食方面 就要多摄取五色五香的食物 就是多种颜色 多种味道的 五香 对 五香方面就是 比如桂皮 胡椒 串椒 这些都是带香味的东西 那五色就是多种颜色 就是有红色的 比如有红枣 红豆 那如果是比较偏黑色的 就是黑木耳 这些都是比较能够补血的 那还有一些 比如猪肝都是带铁质比较多 然后蔬菜方面比较容易带有补血 就是线菜 还有我们的番薯叶 是 只要颜色绿一点 黑一点就是可以的 所以这些主要是补充我们的身体的大脑 主要是给我们补铁质 还有帮我们清脑窍 就是让血液能够到脑部去 让它循环改善 如果你是属于内耳不平衡造成的孕 那就不只吃这些 这些要由医生来处方了 你就要吃一些比较能够沥水的 沥水沥四 就是我们用腹磷 中国玉米 能够帮助它沥水 那么它就会达到比较不会不平衡的状态 好 那美于师今天我们的养生食疗方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根据对症下药来处理 就是一般的人头晕 都是气血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就通过补气血来给它们停止这个晕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党参、海竹 还有熔岩肉、红枣、川胸 那么把它这些药材拿去煮水 煮了水以后大概要煮上一个小时左右 这些药材的味道都出来了 然后把它的水放在这个锅里面滚一下 那么打一粒蛋 这粒蛋不要打散它 打散它花花很难喝 看得很可怕 所以你就整粒蛋放下去 这样的话蛋又有营养 这个汤又有补气补血的作用 所以你把它当成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 或者晚餐有些人不要吃太多 就喝一粒蛋加一点这个汤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补充气血 又可以有营养 那我们先喝一下好不好 是啊 补气活血 来 很好 很好喝 对 因为现在的人不像可以吃苦的人 所以你的配方调味都要比较平和一些 不可以太强烈的味道 那一般人不能接受 除了通过食料之外 那我们按摩穴味 有帮助吗 可以减轻头晕吗 对 按摩穴味是肯定可以减轻这个头晕的 那么我们在中医里面说 珠峰雕玄皆属峰 就是一切的晕跟那个风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按摩的时候 我们要用风斧 风磁 就是带风的地方 就是能够把它启风 那另外一个就是白灰蟹 白灰是帮助我们把气提升上去 因为这是我们头顶 所有的阳气都集中在我们的头上 所以我们头是很重要的 因为气全部要到头顶上去 所以我们就轻轻地拍打 就这样 轻轻地拍打 你可以用两个手指这样拍打也可以 需要做几下呢 大概你可以拍50到100下都没关系 每天做吗 如果你常常头晕的人就可以每天做 做到你觉得不晕了 你就可以不用做了 如果马上晕的话可以马上做吗 可以 除了这个穴位以外 你还可以按在我们这个头 你把它按住这个地方 你上下摇摆 有一个凹陷对不对 是 对 你把那个凹陷按下去 那么你的拇指跟中指按在旁边两个穴位 对 你按下去 你眼睛都亮了 真的真的 马上精神起来 对 奇怪 因为它是最快地把我们的血的通流量到脑部去 所以当一个人头晕的时候 你从后面把它按压 它就马上醒 它就马上就会觉得舒服很 像如果想要睡觉的时候可以按这个部位吗 可以啊 就是可以就是马上清醒 马上亮 节目做到眼睛都要关起来 你就按一下眼睛 不是我儿子考试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觉得那个考试 你看到你看不下去 就赶快按一下 给他精神一下 那可以 这个穴位不只是头晕头痛也可以 有时你忽然间头很痛 你就按住这个穴位 你最重要是按住那个地方摇摆一下 你会觉得那个穴位很酸 如果你头痛你就把它顶上去 头痛就会提止 如果你是晕的话就在周围按摩 谢谢美儿医师的分享 那有一句话说 要健康要美丽 就要常和自己过不去 意思就是说你要管住你自己的嘴 稳住你的心 当然不可以懒惰 一定要全身动起来 没错 非常谢谢美儿医师的分享 最后要送上一首好歌 是的 蔡琴是很多人喜爱的台湾歌手 她的嗓音非常地低沉温柔 被称为丝容歌后 她翻唱的这首四十年代的老歌 永远的微笑 别有一番风情 别有一番风情 心上的人儿 有多少宝宝 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飞过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 夺走尽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 吹起胸中的太阳 情伤的人儿 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梭容 永远那样 心上的人儿 有小的脸上 她曾在深秋 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 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 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被谁 夺走尽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 吹起胸中的太阳 情伤的人儿 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 永远那样 今天我要做海虾焖一面 一面啊 一面就是衣服面对不对 对 衣服面 真的是好办法 对 我的 也爱这夜三番 也爱这夜一个唱 更还到我一把地方 又放这夜来下 吻这夜来下 來來來